穿着浅色吊带裤的女子 双手插腰把咖啡厅当做自家客厅 大声咆哮 坚持不降低音量 证明女子没有消费 却以屁股坐在咖啡厅内 一边看剧一边充手机 把园警都叫来了 但无心女子不消费也不离开 但咖啡店有自己的营运规则 警方只好将女子以刑切 现刑犯逮捕 所有人都觉得不消费 就占位置很不妥 但无心女子被警方带回后 第二天再度光临 一家咖啡店 坐在原本的位置 自顾自的动作 怎么样才能改变无心女子 店家很无奈表示短时间 可能还是无解 华视新闻陈建邦嘉义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